大事里藏着一个人的能力 小事则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态度 在小事上认真负责 态度端正 遇到大事的时候不至于敷衍 小伙子已经连续好几天在找人了 今天依然是在教会里醒来的 这两天他和他妻子之间又出现了很多的矛盾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妻子不允许他出去找人 尽管小伙子和他赔礼道歉 还请了和氏老婆来调和 可是他的妻子依旧没有原谅他 他觉得自己的丈夫不重视他 本来他们是有自己诸所的 小伙子最开始出来找人的时候 让他的妻子带了一个帐篷出来 在这里等他 可前两天他的大女儿差一点就失踪找不到了 让他觉得住在外面有一点危险 他想让他的妻子带孩子离开这里 可是因为他的妻子和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不太好 所以他一直不肯带孩子先回去 小伙子对他们的安全很担心 他没有办法了 只能向执法人员寻求帮助 让执法人员过来把他的妻子劝回去 昨天晚上奶奶也打电话给他的 奶奶一直在问他们夫妻之间有没有和好 小伙子吞吞吐吐吐 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只是和奶奶说别担心 他现在是有点不太理解我 当我找到阿祖法后 我会好好的陪伴他们 小伙子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 没过多久执法人员就过来了 他赶紧过去迎接他 又和执法人员说了一下他的请求 执法人员开着摩托车带着他 往他的妻子住的帐篷那里开去 开了一段路程后 终于停在了那里 他在前面带路带着执法人员过去 他打开帐篷看了一眼 却发现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在这里 他让执法人员在这里等一下 小伙子心里还是记挂着寻找阿祖法的事情 他把他们的照片拿给他 他说我一直在寻找照片上的这对农女 你在附近执法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他们 执法人员拿着照片仔细地看了看 他说我并没有看到过他们 他们可能独住在我们这一带 他们两个在这里等了一会儿 发现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往这边走来了 孩子们看到爸爸过来了欢呼雀跃 小伙子也开心地对他们招手 能看得出来他真的是一个疼爱孩子的爸爸 上次他的大女儿失踪真的把他吓坏了 他怕自己的妻子着急上火 所以心里很担心也没表现出来 小伙子的妻子看到执法人员在这里也很诧异 他以为他的丈夫找他过来 是为了寻找阿祖法的事情 原来他的妻子是带着孩子去村里的商店买一些吃的 他看到小伙子就没有好脸色 最近也懒得搭理他 小伙子说这是我的妻子 他已经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很久了 我怎么劝他他也不肯回家 我已经和他说过了 让他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肯定能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办好尽早回家 小伙子的妻子和执法人员说 我的丈夫一意孤行 他在外面寻找阿祖法很久了 刚开始的时候 他让我在这帐篷里等他 他说最多半个月就会把这件事情给办好 可是他却说话不算数 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 而且他对于我们母女三个不管不问 我已经对他彻底失望了 我到现在还是不原谅他 所以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不会去做的 从此以后他找他的人 我带着孩子过我的生活 小伙子和执法人员说 他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他是单纯的和我在赌气 可他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是很困难的 前两天大女儿还突然就失踪了 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孩子 幸亏有好心人把他送了回来 这种意外真的不能再发生了 执法人员从他们夫妻两个人的谈话之中 总算是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其实就是很小的家庭矛盾 他们夫妻双方不能够相互体谅 他既然来了就要给他们做调解 执法人员和他的妻子说 你的丈夫打电话向我请求帮助 我觉得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你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住在这里确实不安全 最近时常有应用而被偷的事情发生 还是要多加小心 他让你先带着孩子回家 你就听他的吧 小伙子的妻子态度坚决 他说我在这里等他 他都说话不算数 要是我带着孩子离开了 还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大山里要连续找人多长时间 到那时候他恐怕又不记得自己有妻子和孩子了 他不放弃找阿祖法我就不离开 只要他能放得下心来 他就继续这样做吧 不用管我们母女几人的安慰 小伙子一听他这么说就着急了 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却脾气上来了 就是要和他这么耗着 他妻子和他说 你前两天和我赔礼道歉 说你知道错了 我答应你再找一个星期就放弃 我也给过你时间了 哪知道你说话不算数 执法人员认为 他们夫妻两个说的都有自己的道理 为了让这位女士带着孩子回归家庭 他一直在那里耐心地劝他 执法人员说 你丈夫的顾虑都是对的 你们做事情都要为孩子考虑 不要因为这些小的事情让遗憾发生 你们两个各退一步 这位女士带着孩子回家 而你的丈夫你让他再找一段时间 他肯定会回去的 执法人员今天在这里 苦口婆心地劝了半天也没有人听他 他也无能为力 只能劝劫了一番以后离开了 执法人员走了以后 他的妻子更加不开心了 他们两个一言不合又在这里吵了起来 他们谁也无法说服谁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很善良的人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着 您觉得小伙子会放弃寻找阿祖法吗